各位老師好 梁老師好 以及長生學各位義工師兄師姐 以及初級班中級班的學員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本身也是長生學119期高級班的學員 但是那時候都是在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 都必須要在台北上課 那麼你比較幸運 能夠住在宜蘭地區很近的地方 就可以上課 所以你蠻幸運的 那麼本身我先自我介紹 我住在宜蘭頭城 我的職業是一個職業的道士 職業的道士 人家說紅頭細光 我來做這部門的 就是那個人以後 小才這次的部門是聽 這部門是我的專科 但是在這部門的專科的這個東西裡面 卻會遇到一些 是我們所沒辦法去排解的問題 幸好我有學長生學 那麼我今天來取一個例就好了 因為你們現在還是初中級班 但是到高級班之後 各位老師或林老師或老師會幫你們上 有關於比較高級的一些方法 對我們靈、靈的東西 我們的身心靈的東西的部分 會教導各位學員 那麼我今天要講就是說 我遇到我本身沒有話說 就是說有一些外人 人家說在腳上去刷牙 去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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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門的 這還要說我們是專科 你下來做到腳上去刷牙 處理就好了 但是偏偏有一些 是我們也沒辦法去處理的 要怎麼樣 你做新生的人 老實的人 工具精材 拿人包 我們常在學 我們都用蘿蔔西方包 所以說是很好的一個工夫 我們這部是蘿蔔的 但是 沒辦法處理 處理不會變成這樣 要怎麼樣 但是 我剛才發現 他是去祖先 祖先 祖先 祖的祖林 祖是媳婦 然後去 立教 去立教 祖人給祖先 叫他說 他要幫他照顧 要買一個 給他照顧 他那個媳婦 他那個媳婦就一直 就是 一直就是 我們說 精神錯亂 就一直 講話 就說他是誰 他是誰 這樣 不像我家 我們做法 也沒辦法配料 結果 做出來 他還沒回去 他入雙溪 他入雙溪 他說 老師老師 我媽媽給你這樣 好 但是回家 開始 走過來 所以 他祖先掃燙 那怎麼辦 我沒有可能 說我媽媽 像我去檢視相機 你說 我老師 我們 君母的這個現象 他是馬上拿手機 你看 他現在是什麼 這樣的現象 他這樣一直抖一直抖 一直抖 我沒有這樣 我們來手 看看 用手機 用手機 發工 這個是比較高級的 高級的 是老師給他 用手機 發工 我那時候 心裡是說 我們就來 試試看 是不是 老師給他 教的 手機發工 也有 用手機 好 我說沒有 你手機拿著 我 我哪裏 發工 你叫你 媽媽 你現在開開 你要頂張就好 你頂張就好 我就發工 那在發工的當中 我們就有 我們藏身水中 正心正義 在發工 對手機要嘛 你給他發工 你說很奇怪 很奇怪 他發工 他說他很怕 他說 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對我 我們 我們這是一股很 強烈的 你給他看 他說他很怕 他很怕 我說你不怕 我們這是很 我也告訴我們 我這是長神血 你不用怕 這是在幫助 給你 你連容 你不怕 那麼我就對著手機 調了將近半個鐘頭 他也拿手機要 那麼你說很奇怪 他在這半個當中 半小時的時間 將將 拿 將將 拿 拿著睡 他就睡著了 那麼睡著之後 我就告訴他們 他說 好 你帶你去 但是 因為這次 演練 這次的經驗 就是說 我們長神血 我們接受 宇宙的能量 藉由手機的發工 是可以真的 達到很好 很好的效果 這是我親身的一個經驗 謝謝 在這裡說 我們今天 上個 中級班之後 我希望 勉勵 各位學員 有時間 去告訴我們 所在的調整帳 去做地工 去給大家服務 那麼 學習到 一個點數的時候 有機會 台北或是有開高級班 大家一定要去上課 能夠學到更高級的東西 能夠幫助更多的人 再次謝謝大家 鳳梨茲 謝謝 謝謝